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停止不了自己这么一个一直很忙碌的这么一个状态 就可能是我自从自打接触会话以后 可能就是一直在这么一个一些偶心力学 比较比较熬人的这么一个过程 你初中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吗 是对学习是这样子吗 不是 我不是这样的人 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你自己说就是你对学习 好像没有说我要是你学学人 从这样子的一个人设如何 到了现在就说我要好好工作往每天工作 因为你找到了会话这是你喜欢的 这是你的爱好 是你喜欢的还是说有别的 对这是一方面 我正式开始接触会话 实际上是高中的时候高一的时候 就你也知道 我初中的时候学习的是相当 就是见底就是见底 就就毫不夸张说就是见底 基本被杨恒天天去办公室的 你觉得就有我一个 然后的话去高中以后还是没什么太差别 高中话 我是大二种 我当时也是说个实话 课中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学习氛围 大家都学习 学习氛围非常的好 比如说是会出现什么懒惰 或者说擦玩之类的很少 但是你一旦去比较水平 可能稍微第一次一点那些学校以后 你就会发现大家其实状态都没有那么的学霸 都比较懒散 以后呢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是不是有点有点有点过于懈怠了 你说你在课中是见底到差点的学校你竟然嫌弃人家 对对对我竟然嫌弃人家 因为学习环境实际上是太不一样了 就是咱们平常上课也好下课也好 基本就是抢着做作业 然后抢着看书啥的 因为班主任说课间需要写作业 他说课间不应该随便出去就是留 也是交作业 基本咱们都是交权了的 干啥都是弄权了的 去别的学校可能一中可能也是这样吧 可能在其他学校不太一样 那就是每天收缩 你只能收缩上一半 然后回答问题叫起来 一个不知道 一个不知道 然后半个班点起来 全在这站 他不知道 就这么一个状态 当时我觉得 这学习好像见好够 书中不太一样 那行 我要发奋学习 我要努力用过多读书 我这样产生这种想法 对 然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之后 有一个比较怪的事情 我的成绩没有任何的长进 从那以后就彻底放弃了 我放弃了 我认命了 就在学习这方面 我是一点半 就硬式教育这方面 我是一点半 两天不没有 我热了 我认命以后 自暴自弃了 一年 一个学期还一年来 就那段时间 就是回家就 关上门 就装作写作业 然后就开打游戏 就自暴自弃半年 一年之后 因为一个奇迹开始 我就是突然就是 开始接触会话以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看起来会比较开心一点 我就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会比较开心 甚至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 可能这个就是我 这辈子需要做的一个事情 对 可能我这辈子 可能就是去该做这个事情 我突然就找到了一个 自己想命中注定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从那以后开始就是 牺牲个人的 甚至是睡觉时间 去自己去学这个东西 对 因为当时我学的是非常的 去把自己学 学经过一月三会 一个学期 因为当时是早上 早上六点半起床上课嘛 然后晚上回来以后 关起门来 就开始就开始话了 加上因为我 因为我父母也不进门抽查 我写作业什么状态之类的 就进门就是回家以后 就开始话 然后所以都是等第二天 过去抄同学的 就开始话 话到几点呢 话到他们睡觉的时候 然后看他们睡了 这时候我继续话 话到每天三四点 每天三四点 然后可能就睡隔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就起床去学校 然后开始补觉成果业 然后在白天在学校 睡饱了以后 然后晚上回家就开始话 然后常见睡 就常见这个睡眠物色 就导致口腔褪扬 包括很多上口一些情况 就是导致我 整个舌头就口腔褪扬起的 好当时非常疼 就是不仅喝水 呼吸都会很疼 就只能去吃一些流体的食物 大概这么持续的半年 就当时我知道这个原因 一个人就是想这 我是得了什么病了 带我去医院 假裁了三次 但我知道这就是过度疲劳 没有睡好 就过于过于疲劳了以后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只要一放假 只要我一睡足 就暂着这状态下来去了 最后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打从那时候开始 可能就是十几年前吧 到今天这个状态 基本都是一直是这么一个状态 什么时候跟父母说 你想画画的呢 可能是在高二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父母也看着我 这个比较在这方面 突然一下有个比较 这个热情 一个好学的一个事 对一个热情在 因为我当时就算是 就算周六周天 我也不会说是 跑出去玩玩干嘛 我基本是把我自己 所有的业余时间 全部去砸在这上面 对 所以说他们看我业余 我比较热情 所以说那以后 在另一个方面是 因为我学习成绩真的不行 那不然你就走艺术吧 走艺术的话 这个考大学会比较容易一点 当时他们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你是幸运的 能在这么小 就是在二十岁以前 你就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 成年可能是在十六时期的时候 我就我就有这么一个认知 我就说是 我能在我自己成年以前 找到以后自己 要从事这么一个行业 我能早早的就开始努力 这个我是有很明白的 一些认知的 相对于别人的话 会有一个比较早的 也提不完 别的同学可能就是说学霸 他就没有找到他想干什么 他只是知道要学习考试 但等没有考试的时候 就没法定义自己了 那你刚才也讲到 自由插画师 跟其他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你觉得你是长期 处于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没有明确的上班和下班的 这个时间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什么别的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吗 跟其他行业最明显一个区别 就是一切是根据你的实力而定 这行的话 是完全是一个你的实力 决定你80% 剩下的这20% 是你靠你的 自己的社交能力去获取的 再一个就是 这个行业会和其他行业 有一个时间成本付出的问题 对可能其他行业的话 可能就是说是金融 我大学四年 然后可能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去参加一些工作了 但是我这个行业会一样 你学四年的话 你花四年 不一定能到入行的标准 可能你要付出成百上千倍 更多的目的去 去做这件事情 去联系 才能到达这个行业的入行一些标准 甚至说是 我现在干的自由职业 自由插发师的话 他对你的要求就是会更高 而且对你个人的能力会要求更加全面 以及需要你需要这个在社交媒体上 需要你有一定的影响力 你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从事这个行业的标准是什么 能把自己养活 能把自己的收入达到一个 起码收持平衡的一个状态 甚至说是去赚比通常人来说更多的钱 这么一个状态 你才能成为一个比较专业的这行 比较专业的讲话 是艺术这个东西 就是靠平常的日常积累 不管你多看也好 多听也好 多话也好 是在日常方面 是会占用很多的时间的 可能别人 平时可能下班 爱打打游戏或看看啥 但是我的话 可能会把更多时间 去放在一些 提升自己审美方面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去看看别人的 别人花时间去看看别人的画 去看一些摄影作品 去搜集一些和自己工作相关的资料 这些都是需要在你工作时间外 去付出的一些东西 只要你日常有这种积累以后 你在工作的时候 才会更加责心一手 对 这也是和其他工作 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进行 就是你日常自己自我 这个自己付出时间 要更加多一点 我觉得就是听你这么讲 就是很多人觉得就是 不在公司工作 不是那种工作 就不是可靠的正经的工作 就很多人有这种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是 我觉得听完你这个话 真的就是能对他们一个 特别好的反击 就是其实任何一个职业 都是很累的 而且他都有 就是他都有他的自己的哲学在里面 我觉得没有 然后把每一个人都放到公司里工作 才能称职为一个正经的工作 现在大部分人对这个自由职业 有一定的误解的理由 就是他不够稳定 确实 这行如果说是你不去公司 然后自己干的话 就会存在一个每个月 会没有这么固定收入的这么一个情况 你可能会出现 这个月我没有没有收入 但是下个月我会赚很多 这么一个情况在 就是属于这么一个 不太稳定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也就是被所有人这个比较过病的一点 但是从好理来说的话 我们这好像如果你做到比较好的一个水平 我一个月的收入 可以等正常上班 就普通工薪组几个月的收入 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 我是有一定资本去 我这个月我就彻底工作了 我就躺着 我下个月我再去工作 这样的机会也是有的 所以说对自己时间分配来说 是更加灵活一点 再就是还存在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说人家 比如说我在这家公司上班哪天 因为这个疫情影响 这个经济景气 公司把我拆了 这样的情况 我得去继续去找下家 我得去再去入职 如果我年龄一大四五十岁 再去入职的话 可能就就非常麻烦 但是这一行的话 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你就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地方 你只有跟你合作 生意合作上的一些伙伴 只要你的人脉够够 专业够硬 你是不会去筹你失业这个问题的 你有没有觉得 就是你虽然有客户 需要给他们工作 但你还是有一种 为自己工作的感觉 因为交的搞会怎么样 你还是觉得 这是代表你的形象 是吧 是你的作品 你自己是给自己工作的感觉 那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有一种 就是社畜 对对对 你没有给自己创造什么价值 而且自己对自己的工作 想做什么的那种掌握度 也是比较局限的吧 我觉得 可能比起说是做班做班人员的话 你自己发挥空间就更加大一点 确实是在给自己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一个人做的 工作成果是我独享的 工作报酬也是我独享的 这跟在公司里工作也是完全不一样一个状态 这也是就是为什么我想做这个系列的原因 就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到 就是人可以活出各种各样的方式 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让所有人都变成一个人 各行各业都可以活得很好 只要你自己 那是你自己想过的一种方式就可以了 就挺好的 谢谢你来就是跟我们讲这些 因为我没有做自由职业 所以我很难有跟你一样的体会 我有看你的这些作品 就是给一些杂志写画封面或怎么样 一般的这种工作的一个内容 大概是什么样子 这个订单大部分都是一个角色设计方向 包括游戏的角色设计 包括一些现在虚拟友向 比如说在这里直播 但是呢 我不露脸 我不采用自己的形象 我给自己专门做一个变化二次元的一个形象 我把它画出来以后 通过一定的捕捉技术 让这个人物动起来 以后这个形象就是我的形象了 因为我前两天是这么的时候才发现 就是我不知道跟你说的一个地方 Zoom上也有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换成 其他的形象 对对对对 然后感觉就很厉害 对 就相当于我们每天就用这个东西去进行一些直播 对 这就是现在比较新的 就是五六年前新兴的一个行业 目前还是越来越火的一个行业 主要是我在做这一类的人物形象设计 就你现在使用这些形象的一些设计 而且我眨眼都能就是 对这些都可以靠镜头 靠你的这个视相头去捕捉到 那你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 你设计这些 然后会有一个迭代的过程吗 会的 这个一般我们称之为这个换衣服 比如说这一年前 一年之前我画的是一套魔女的装处 那一年后他跟我要求说 我觉得这套不太好看了 OK那我给你换一套 换一套 他就要求说 我想穿得像一个这个这个歌手一样 像一样 OK那我就按着他要求 再重新给他设计一套形象 就这样的是会很经常 那你的工作方式是完全听 他对方的要求 还是说你会给他一些建议 这个的话是分为两种 一方面 一方面如果你是接到了 公司的一些正规代包的话 他所有的东西都会很详细 他包括给的参考 包括给的按 他都会非常详细的 但另一方面 如果不是公司 是一些个人的要求的话 个人的约稿的话 他就会 因为他也没什么 这个通常都是没有什么这个经验 他过来愿望 可能他就说 我想设计一个形象 OK那你请说一下 你大概是什么样的形象 他就会 我想要一个女孩子 穿着可能穿学习服 好了就没了 就这么两个 我一个女孩子 穿着习服 没了 其他的年龄身高 年龄身高性格 然后个人背景 然后对这些就统一没说 然后我就要帮他去整理出来 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去问 直到问出来一个需求表以后 我才能通过这个需求表 给他去报价 以及估算他的工作时间 那你觉得在 就跟客户交易过程中 你觉得 什么是对你来说 最困难的 或者最花时间的 要解客户的需求 这个是最花时间的 主要是客户自己也没明白 自己的需求 什么 有时候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你 我通常最擅长干的事情就是 从他的直言片语 包括一些不经意的谈吐之间 我要去获得他内心的一个想法 我要他的一些东西解读出来 他到底去想要什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能力是 所有自由商法是必须具备的 否则的话会出现后期不停的修改 这么一个情况 那你在设计的时候 比如说你说模拟的形象 你是从哪里获得设计灵感呢 就是你大概这样模拟相当于什么样 但具体的这个设计的 怎么边边角角啊 怎么服装啊什么 包括你的姿势啊 或怎么样 你会就是你会怎么去想呢 一般来说 这个就是涉及到设计学的一个 比较专业的一个知识了 一般的我们都是使用 这么一个关键词量想法 比如说 我今天要去设计一个模拟 OK我去问甲方 这个女孩子大概是多少岁 给我一个大概的 起码外表年龄也好 他比如说是十十五到十八岁 OK我第一步就能通过这个东西 去定好他的整体投身比 他大概是一个少女 可能稍微 可能比十八岁稍微要智能一点 就进社会前 他是高中生的这么一个形象 那我投身比基本是确定了 然后第二个 我会问他的一个性格 他性格比如说比较可爱的 比较活泼的 比较冷酷的严肃的 这些东西 我就可以通过这些东西去定义 定义他身上的一些该有的元素 以及整体的配色 比如说可爱的话 说这个爱 我这个形象是 这个形象是比较阳光可爱的一点的 那我可能会在他的配饰上 用荷叶边或者雷斯边 或者一些的这么一个 活脚心以及青形的这些装饰 以及这个 缎带 嗯 缎带 缎带 蝴蝶结 对蝴蝶结 对蝴蝶结 蝴蝶结会比较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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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是这个冷酷的形象的话 可能我在色调上 可能就会做一些 哎 色调一些处理 可能会去用一些蓝色紫色 或者一些绿色 一些比较偏冷色的东西 如果说是一些帅气 我这个人物是爱性格上 是比较中性化 比较帅气的话 那我就会考虑在他服装上 会少一些这种比较少女感的东西 多加上一些中性 那个比较中性的外套 以及一些猛胸 这些装饰 这些的话 你就会通过他的一些性格描述 以这些年龄 包括一些他本身的 这些职业设定上 去挖 就去联想出一些 他身上该有的装饰衣机褪色 那你画了很多女豪 就是 他的人体结构啊 或者线条都非常的 真实 这个就是 功底嘛 因为我以前也试着去画人体 然后就发现 就经常比例失调 或者是那些姿势 就感觉很难画 那你画这种姿势时候 你已经可以 就是通过想象就可以画了 你不需要看着一个实物去 就那样姿势的人 去大概去画吗 如果说非常熟悉的角度的话 我可以不用去看参照 但是尽可能来说 我会找非常非常多的参照 大家可能会对设计 尤其会画有这么一个误解 可能画的 大家可能会想 如果说画的好的人的话 他可能是什么都不看 什么都不想 就直接从头画到尾 一点东西不看 自己就完全靠编 就编出来了 不可能 就是这么说 越画的好的人 就是越专业的人 他去找的参考会越多 可能我们画一张画 就连起来 中间会休息 可能要二三十个小时 但是我们闯资料的话 可能会花五六七八个小时 对 事前准备会花很长的时间 会要尽可能保证 你的这张图 它是有考究的 它不管你是人体也好 你的包括一些背景也好 尤其涉及到一些机械 尤其涉及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形式的时候 你这张图是可以经过推敲的 值得经过推敲的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 就算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尽可能也要去找一些 真实存在的照片也好 或者说其他图也好了 我会找一定参考 最后一个小问题 就是讲讲你的一场工作作息 要不要来跟大家讲一讲 你很疯狂的工作作息 是这样的 可能我这个作息 在很多人眼里 就是一种比较并态的 或者一种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咱们先说一下 现在你那边几点了 咱们再聊的时候 3.36 凌晨3.36 大家不要碰我 这个采访时间是我自己定的 对对对 这个我先背锅 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 尤其自由创画师 尤其艺术从业人员来说 你所有的这么一个 你最能集中精力的实验 通常是在晚上 一方面 一个生日记没有干扰 一方面可能真的 到了晚上以后 你的心态会完全沉下来 很多文学 包括文学艺术都是这样的 大家可能都是有一些 各种各样的习惯 或者说癖好也好 就比如说是一些文学家 他非得作诗 或写文章前 必须得喝酒 必须得饮酒 李白就是这样 对不酒不花 就我也是这样 我通常来说 我工作之前 可能也会稍微去喝一点 对 才能更好进入去状态 就不是说 非要把自己灌醉 就是一种酒精 可以让你的大脑 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 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会 你的思维不会去太僵硬 你会失去一部分理性 转而是更多是感性 代替你去思考更多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状态是最放松的 这个再加一方面 是近两年开始 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开直播 就直播有个好处 不关心有没有人在看 只要能够达到 有人感觉 有人在监督 这么一个状态的话 我觉得就足够了 因为你直播的时候 会有人跟你去聊天 因为你要知道 就画画这个事情 可能有时候 比较相当枯燥 这过程相当枯燥 有人跟你聊天的话 这个一方面 可以分散注意力 让你不至于去画那么多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是每一个非常多人 都会有一样的一个板块 就是我们有三个问题 然后让你来选择 一个问题 进行回答 然后这三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 有没有什么格言 诗句 画作 电影 书籍 最难代表 会引起你的共鸣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最近 分享一下你最近 最喜欢度过时间的方式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最近 有没有最近遇到什么困难 然后以及你是如何面对的 你可以来选 一个进行回答 选一个 那就第二个话 空闲时间的话 因为我刚搬到成都这边来 然后房子目前还在收拾 然后我的一些调酒工具 以及做咖啡工具 还没有到位 这样才还在置办阶段 但是的话 最近的话就是 包括家人 包括我对象也常说 你得锻炼身体 确实我身体比较 我身体是比较弱 然后也经常生病 我觉得确实 这个再不锻炼的话 可能自己身体方面会先考虑住 所以就是想了一个 比较折中的办法 运动量不是那么大 但是他能够锻炼到身体 就是射箭 射箭 对上去弓 对对对 我知道 我前两周吧 好像是我一次见 我发现那个弓 一直要举着 实在是 还挺需要臂力的 是需要你的臂力 以及你的核心力量 包括你的腿部量 其实都需要射箭 实际上还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但他运动的量没有看着 通常咱们这个田径项目 那么夸张 对 所以说我最后觉得这个东西 一方面修身养性 一方面这个确实也有一定的运动量 比较适合现在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一般现在周末的话都会 包括周内 我一般休息时间都是在周内 因为我太喜欢在人多地 比如周六周天的时候 实在 你一人多你自己逛啊转啊 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我是不是很喜欢凑着脑的一个人 所以说我一般休息时间 可能都是能归你到周内 周内可能是有时间时间 我去建厂去射箭 对 有时候还可以去参加 就是上周 上周天的时候 我被教练拉去参加30米的比赛 就30米的靶子就是已经那时候第一次了 就是已经开始看不见了 那个瞄准器 就瞄准器瞄的时候已经起到一个大概的作用了 你的瞄准器的那个圈大小跟靶子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 你根本 你只能看见颜色 你看不见中间那几环几环几环 是还挺有意思 主要是你射箭的时候 就跟画画的时候有点像 必须全身关注你 就脑袋里一些一些杂念 可以得到一个尽力 对 你不用去考虑过多的事情 你不用去考虑最近有什么发心事 或者最近有什么压力 因为你在射箭的时候 必须全身关注 用你全身的力量 包括你全身的尽力 一个注意力去完成 去攻 调整姿势 瞄准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个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好吧 好 行 那我们今天就先采访到这里 谢谢你来我们的频道做客 谢谢 真的是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还有就是你讲了你的工作啊 状态啊 受假了很多 非常感谢 拜拜 再见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的系列 点赞关注 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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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